列王记下第十五章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在位第二十七年 犹大王亚马歇的儿子亚萨利亚登基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才十六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来自耶路撒冷的 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就像他父亲亚马歇所行的一切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人民仍在秋潭献祭焚香 耶和华击打王 他就患了麻风病 直到他死的日子 于是他住在隔离的房子 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务 治理国民 亚萨利亚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亚萨利亚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 葬在大魏的城 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萨利亚在位第38年 耶罗波安的儿子萨加利亚 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六个月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好像他祖先所行的 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亚比的儿子沙龙 阴谋反叛他 在人民面前把他杀死 揭续他做王 萨加利亚其余的事迹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 这就是耶和华 曾论到有关耶护的话说 你的子孙必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直到第四代 这话果然应验了 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第39年 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作王 他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 家底的儿子米拿县 从德萨上去 到撒玛利亚攻击亚比人沙龙 把他杀死 揭续他做王 沙龙其余的事迹 和他反叛的经过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 那时 米拿县从德萨开始 攻打提匪萨 和城中所有的人 以及他的四境 因为他们不给他打开城门 所以他攻击他 把所有的孕妇剖腹 犹大王亚萨利亚在位第39年 家底的儿子米拿县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十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他在位的日子 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 亚述王普勒来攻打以色列地 米拿县给普勒三万公斤银子 请普勒帮助他兼顾王位 米拿县向以色列人 就是所有大财主 抢锁银子 每人五百七十克 好献给亚述王 于是亚述王回去了 不在以色列地停留 米拿县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米拿县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比加侠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萨利亚在位第五十年 米拿县的儿子比加侠 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二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比加侠的军长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阴谋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卫所 击杀他 与比加同谋的 有雅尔哥伯和雅利耶 以及和他一起的五十个激烈人 比加把他杀死 接续他做王 比加侠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 犹大王亚萨利亚在位第五十二年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共二十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以色列王比加在位的日子 亚述王提格拉皮利色前来 供取了乙云 亚伯伯玛加 亚挪 基迪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和拿福汤利全地 把居民掳到亚述去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在位第二十年 以拉的儿子何西亚阴谋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击打他 把他杀死 接续他做王 比加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 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二年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做犹大王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莎 是萨都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他没有把秋坦废去 国民仍在秋坦献祭焚香 他就是那建造耶和华殿的上门的 约坦所行其余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至上吗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开始派遣亚兰王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 约坦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也和他的祖先葬在一起 在他祖宗大魏的城里 他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 在他祖宗大魏的城里 他在祖宗大魏的城里 他在祖宗大魏的城里 和他在祖宗大魏的城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